哈囉大家好 我是皮特發安 好久不見啦 各位 來吧 我們今天的原本早期是要先來開播隔壁的ROX 但是呢 好像看到一個不得了的東西啦 我們的LD 終於有更新預告了 那根據我對RD的要點 了解啦 通常啦 他這個東西發出來之後呢 應該就是明天就會出了吧 只不過這是LD的第一款遊戲 但是如果是RD的話呢 通常都是今天會出預告 明天就上線 那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是來先看一下 來直之可怕 有沒有東西啦 然後首先呢 是 大家好 我們是運氣兵住你的團隊 全新的更新 等一下 就這樣子 我這樣是不是拍個short就好了 我好像不需要拍這個欸 怎麼辦 然後呢 全新的品種直接到來 強行功夫此刻更新的內容 以下立即公開全新的神話品種 等一下 這個更新不就跟之前是一樣的嗎 就是我們的囚棒班恩跟我們的那個 求棒班恩 求棒跟班恩啊 對 啊 就只出這兩個攻心 然後他也沒有任何的能力 只放出了兩張圖片 一個叫做瓦蒂 一個叫做印蒂 一個叫做瓦特 換句話說 我怎麼覺得這個瓦特 比較不講的話 我還以為這兩個角色 其實是達達特攻的角色你知道嗎 因為我那時候在滑手機的時候看到 剛好在滑達達特攻 然後滑下去又滑到這個圖片 我以為是達達特攻的更新 後來仔細看才發現 原來是我們LD的更新 但是呢 他說詳細內容請參考更新後內的遊戲內公告 詳細內容可能會隨著情況變更 可是這裡根本就沒有詳細內容啊 到底是要看什麼東西 然後呢 請各位多加期待出現更多的全新神話品種 好啦 不管怎麼樣啦 他現在已經公告的就是會出兩隻神話角色了 那我們這個時候可以準備什麼東西呢 就是我們的鑽石了 因為這個遊戲啦 其實你把時間拉長的話 你就想像你每一隻神話角都會拿到 那你每一隻神話角都會拿到的情況下呢 不管他今天是強是弱 你就直接先花個3000鑽 把他買下來 反正呢 你哪天抽到了 他也是給你30顆神話石 這個遊戲的鑽石呢 以現階段而言 我相信應該都沒有太大的用處 那接著呢 如果你今天要升級的話呢 要準備幾顆石頭咧 好 那我們這邊呢 一樣看到我們的神話升級表啦 那我這邊呢 直接把一些基本的把它算出來 就是如果我們今天1到6等的話呢 我們就要準備115顆神話石 那這個角色呢 如果一開始拿到呢 你有115顆的話 可以看情況 就給他先升到6等 那我上次呢 把貓咪給他升上去之後呢 就已經沒有神話石了 有一點小虧看了 沒有機會再給他累積上去 啊 為什麼要6等呢 因為每一個角色 他6等的時候呢 都會解鎖一個 呃 直變的技能 當然也要看這個技能 到底強還是不強就對了 那如果今天呢 你夠兇殘的話 7到12等你只要準備 940顆神話石就好 只不過金幣有點多 要高達18萬8千的金幣 欸 這個可能就是 第二個階段再去問的問題了 除非你原本的角色就有 又或者說他今天可以移動啦 像這個蓬巴如果可以把他拿掉的話 我覺得會非常非常的開心的 你知道嗎 當然啦 我們這邊就先排除禮包的地方 因為禮包要算上去的話 那也是課金的部分 我就不去想那麼多了 當然 我昨天呢 在直播的時候 也有觀眾有說 他已經準備了2000多顆神話石了 為的是什麼呢 應該就是想要15等吧 那今天呢 如果你今天要15等的話呢 是34 15 3個等級 總共呢 就要1100顆神話石 所以我才會說 為什麼這麼不推薦讓一個角色上15 雖然說上15之後呢 我們的攻擊力跟攻擊速度的白色的機值都會增加 而且他是負力增加的 原本呢 這裡是2.2K 2.2攻速嘛 對不對 那我今天到15等的話 他會變成2.42 而不是像是9等的 從原本2攻速變成2.2而已 他這邊的攻速玩得很特別 雖然說強度是有啊 但是我覺得 你看100 1100顆神話石 我可以選擇另外一個角色再上12等 如果有的話呢 我應該還會選擇其他角色上12等才對 可是換句話說啦 我只要進去4次10倍 我就可以讓一隻角色不是 3次10倍 一隻角色3等 4次10倍的話 一隻角色可以從12... 12等上來 欸 這樣還蠻香的欸 沒有啦 只要一隻角色只要8次10倍 應該就可以了 因為我下面還有寫啦 1到12等的話呢 只要1055顆 神話石就可以了 但是1到15等呢 要2155顆 喔 這個差距只差3等 那我覺得還是12等 會是這個遊戲的CP值最高的地方 那6等的話呢 算是讓你體驗這個角色的一個入場券 當然啦 其實硬要講的話 棒球小子可能連6等都不需要 我現在想想 欸 因為你能省則省嘛 對不對 因為未來如果角色再出快一點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我這個禮拜 這一次的更新之間我都有一直玩下去 有一直玩 而且我也有課 然後我的招募 我的打的次數我覺得也不算太低 當然跟那些爸爸比起來我很低 但是呢 欸 我這樣子招募神話的次數 也不亞於叫出神話啦 而且就算叫出來之後呢 你還有10%跟20%的機會 他才可以進去 所以這個難度也是偏高 我覺得這個遊戲看有沒有其他地方 可以獲得神話石啦 除了這邊要用硬買的以外 不過感覺也蠻難的 因為畢竟算是小遊戲 但是不管怎麼樣 有更新 就有一點點期待就對了 好啦 不管怎麼樣 就祝大家 至少啦 再怎麼樣 3000鑽石一定要準備好 有角色來的時候 第一時間可以買下來 然後呢 115顆如果有的話呢 也準備好這樣的話呢 第一時間就可以給他升到6等 如果兩隻都要升6等的話呢 200多顆存起來 通常是不會吃虧的 沒有錯 那如果你的口口再多的話呢 1055顆直接給他拉到12等 如果你要拉到兩隻的話 就要準備2000多顆 但是呢 如果你要拉到15等的話 就要2155顆 可是到2150顆 那應該不是我在談的就對了 好啦 不管如何呢 有更新一定是一件好事 但是呢 他好像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看 那我個人呢 隨便猜一下 應該啦 會出現全新的強化東西 如果真的沒有的話呢 你只有角色的強化 還有文物的強化而已 可能會有一些單調 當然啦 也不排除最右下角的這個東西 會給他打開 可是我覺得 難度的部分 應該還不會這麼快開 或許會開的是一個叫活動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困難 可是也還難說耶 因為到現在這個情況 我以直播而言 那個聊天室已經越來越多 在打困難 在找困難的玩家了 那找普通的話呢 現在都是在找爸爸帶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是不是又可以再出一隻新手相的 帶有爸爸帶的新手相的教學 反正這個東西就再說啦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不管你有什麼想法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至少啦 這個遊戲已經有在更新了 兩個禮拜更新一次 應該跟平常是一樣的 沒錯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啦 3 2 1 掰掰 3 2 1 會不會 4 3 5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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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6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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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